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我是洞华大学物理系科学初 然后 然后这是我个人型的领航计划的一个期末报告 那过去这几年的话 我们的研究的话 主要是集中在催化反应 那这个催化反应的话有两个对象 一个的话就是酵素的催化反应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光触媒材料的一个研发 那我们使用的方法的话 主要就是物理里面电磁波的技术 还有一个量子力学的一个基础 然后结合一些生物化学的技术 然后来探索这些问题 然后过去这四年的话 我们总共发表了四篇论文 那其中有两篇的论文的话 就是impact fact的话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另外还有两篇的论文的话是还可以 那我们在产学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主要是协助台积电 还有阿里山钻石公司的话 是做一些利用电子自选回应的一个 利用电子自选回应的一个技术 然后去协助他们测一些材料表面 非常微量的一些杂质的一个结构 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的话 就分这四个主题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如何去控制 酵素内它有一对自选 那这一对自选彼此之间是偶合的 那我们如何去控制它从单一态 然后到三重态之间的转换 那它的结果的输出的话 就是酵素出外反应速率的一个改变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主要看的就是酵素本身 然后如果去调控自由基的一系列的 一个连锁反应 那第三个的话主要看的就是一个 新的一个材料 那它可以去做一些有机的合成的一些 化学反应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有一个新的 这个Lucinium arena的一个complex 然后它对这个膀胱癌的话 它有特别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第一个实验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图 这个图主要量测的话 就是一个酵素的一个Kcat 出外反应的速率 然后除以它的亲和力Km 然后透过这个的话 我们把它定义成为一个酵素的一个 一个efficiency 出外反应的速率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就是它从这个地方 它都不受影响 酵素出外反应都不受影响 然后来到8000高斯的时候 当我们是给它一个外在 在吃产8000高斯的时候 那它的催化反应速率会下降 然后超过8000高斯 催化反应速率的话 就会再回升回来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的话 就是说 当一个酵素里面的一个催化反应 开始的时候 一个供价件的断裂的时候 那它会形成一对的自由基 就是两个电子自选 然后这两个电子自选的话 它就会开始diffuse 去做它个别的一个化学反应 但是这两个电子自选的话 还是spin couple在一起的 然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它可以形成两种可能 一个是singulate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一个的话 是一个triplet的一个状态 那当你有一个外在磁场增加的时候 那triplet的这个t-1的这个能阶 然后会随着磁场增加 然后往下跑 然后会跟singulate的话 就产生一个能阶的一个交错 所以这时候singulate跟triplet的 之间的population的话 就可以被改变了 所以假想就是说 一开始催化反应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一上一下 然后之后的话 它变成是两个都是spin up的状态 然后如果到了spin up的状态的时候 那它就没有办法再有逆反应 因为就不满足玻璃互不相容原理 所以化学反应的话 就会比较倾向于往正的方向去跑 所以这时候我们透过一个外在磁场 然后把其中的一个spin 转成是spin down 然后它就变成是一个singulate的状态 转它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个 所谓的j coupling exchange的这个coupling的方法 然后这时候 它变成是singulate状态的时候 它就可以有逆反应过来 那这个逆反应的话 就会造成它错要反应速率的一个变小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用生化的方法 那我们也用电子自选回音的方法 黑色的话是一个实验量车出来的补线 那红色的话就是用 利用这个量子逆血的一个计算 那两个的话 拟合是完全的一致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2j的coupling的话 大概是在8000高斯 然后跟生化实验量出来的话 误差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第二个证明的话 就这两个spin的距离的话 大概就是在5.5个mstrong左右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探讨的一个就是 Adenos有这个自由基 Adenos有这个自由基的话 现在是酵素血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Adenos有自由基 在大自然所有的界里面 生命界里面发现 这个Adenos有自由基 它存在大概有10万个酵素里面 都是透过这个自由基 然后再做一些化学反应 生化反应 所以它被定义成为一个 所谓的超级家族 超级家族的一个酵素 那这个Adenos有这个自由基 它来源有两个 一个的话就是来自于 四铁四流的这个SAM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来自于这个B12 那我们来看 我们就是利用电子自选的回音 然后去量测 这个spin 然后跟这个spin 就红色的这个地方 彼此之间的一个交互作用 这些微弱的交互作用 然后透过计算 然后透过实验 然后透过一些比如说化学合成 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这些酵素的 有重要的地方 然后氢转成是重氢 然后酵素的部分的话 氮14转成是氮15 然后从这个地方的话 然后再去解这个量子力学的问题 然后从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一个结论 这个地方我稍微讲慢一点点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那这个C5'这个Adenosin 然后它是连接到钩的这个地方 然后酵素打断这个键以后 然后这个地方会变成是固二价 然后C5'的spin 就带着spin 然后靠近到C5的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电子 把这个氢抓过来 然后把次旋转移到C5的这个位置 然后C5的这个位置以后 然后这个分子的话 就会去做intramolecular的这个rearrangement 但是同时我们发现 就是说这个C5的spin 然后会跟Adenin上面的这个蛋 然后会把spin delocalize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non-corporate 非公价件的一个spin transfer 那这个spin transfer的好处的话 就是会把这个分子的自由能 它就把它降低 自由能降低以后 错要反应就会往正的方向去跑 然后等到它错要反应结束之后 然后透过这个跟作为氨基酸的交互作用 立体结构的变化 然后再把这个spin的话 就是刚才所谓讲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non-corporate的一个spin 所以它有一个动态的特性 然后它有一个reversible的一个特性 然后再把这个spin 然后回到这个地方来以后 然后从这个地方 把刚才被抓走清 拉回来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自由基 然后重新结合 然后完成一个吹瓦反应的一个过程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 下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这个酵素里面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个维他命B6 那这个B6的话 这个pyridine上面这个蛋 这个蓝色这个蛋 会跟周围的氨基酸 会有一个交互作用 然后证明这个蛋它的功能 我们主要的做法的话 就是有三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 这个就是periduxophosphate 就是一个维他命B6的一个衍生物 它标准的话下面是有一个蛋 那我们把它放上一个氧 主要的目的的话就是要把电子云往下拉 然后透过理论计算 然后透过这些生化的实验 我们去了解它的特性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会把下面这个蛋 然后把它转成是一个碳 就是一个DESA的POP 转成是一个碳以后 它就失去这个氢鉴的交互作用 那失去这个氢鉴的交互作用 也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当你如果是用DESA POP的时候 那它的活性就通通都没有了 但是你如果是用基因突变的方法 就用SERIN 238的方法 就是我们把这个SERIN 然后突变成为ANALIN的时候 那理论上它就变成是一个碳 它也没有氢鉴 可是它却是有活性的 它却是有活性的 所以这个地方主要的原因的话 就是说当你去做一个SERIN 到ANALIN的一个基因突变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的空间空出来 会有一个水分子跑出来 那这个水分子跑出来 就取代掉原来SERIN的一个功能 然后提供一个氢鉴 所以在SERIN的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出发反应机制 它还是继续有活性的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poly-imitazole的一个 的一个substrate 一个基底 然后上面去放上三种不同的金属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的话 就是去做CO2的一个应用 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CO2的 玩家氧的作用 然后这个地方是把CO2来当作一个 C1的一个source 然后等等等等这些反应 总共的话我们是做了48个 48个这个functional group 然后这48个functional group 以后我们发现其中有41个 它的活性的话是超过70个percent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个部分 我们这个部分是让Lucinium这个化合物 是一个支援回缩的一个问题 我们本来是要去做CO2的一个一些应用 然后后来发现它根本没有活性 在这个特别的化合物 所以我们把它转过来做一个抗癌的一个药物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第一个的话 前面两个的话是一个正常的细胞 第一个的话是乳腺细胞 第二个的话是一个肾脏细胞 那后面三个的话是癌细胞 那最后一个的话是膀胱癌 肝癌 然后这个是血液里面的一个 内皮细胞的一个癌症 那这个数字的话是越小越好 所以你如果看这两个 这两个正常的细胞 这一序列的compound 7个compound 它的数字大概平均都在50左右 你如果把它拿来跟Cisplatin比的话 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抗癌药物 传统的抗癌药物的话 它的数字比较低 意思说你只要加29.1个micromodal 它就可以杀掉50%的细胞 那这个部分的话 它杀不死这些正常的细胞 意思就是说它会造成的副作用比较低 所以它有抗癌效果 但是它造成的副作用会比较低 第二个你可以发现就是这一序列的 它针对膀胱癌来讲 它的数字非常非常低 也就是说它有非常高的一个选择性 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透过分子模拟计算 然后来了解它如何造成这些细胞的一个凋亡 跟DNA的交互作用跟蛋白质的交互作用 然后这是在这个计划结束之后 我们衍生的一个下一步要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过去的话 我们的研究的话就是一部分是酵素 然后一部分的话是光醋铁材料 然后两个是一个平行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希望把它两个是join的在一起 那join的方法的话就是说 我们选择的话是一个就是缓消酸化 DNA的一个化学反应 那这个部分的话主要就是把NO3 然后还原到一个N2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需要四个酵素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我们使用的话 就是一个光素铁的一个材料 然后接上一个linker 然后接上这个linker以后再接到这个nitrate reductase 然后这个nitrate reductase的程度 怎么都已经证明了 然后之后的话透过照光 然后把电子经过这个linker 然后转到这个酵素上面 然后透过这个四铁四流 然后进到这个木离子的中心 然后去做这个还原的一个动作 然后第三个二三四三个步骤 在大自然里面需要三个酵素 那我们把它转成就是一个步骤 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要谢谢科技部长期的一个 科技部国科会长期的一个计划的支持跟补助 然后我也要谢谢我实验室全体同学的一个付出跟努力 谢谢大家